車水馬龍的東區是台北人潮聚集地 實施吸引企業投資目光 大同公司26號發重訊宣布 出售位在復興南路一段上的老房子 總交易金額95.88億元 其中建物面積924坪 土地面積787坪 換算每坪地價高達1218萬元 在A級區域的A級地段 因為正東區的商圈裡面 那雖然現在價格稍微明顯的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事實上這種基地面積 事實上也不太好找 買房其中九成是建商海月和達利 合作達超過80億元買地 就是看準東區商圈驚人的都更效益 這邊的房價應該將來可以上看250 甚至到300都有可能 那個地區它真的是具有細切性 專家分析該區如果規劃30到40坪住宅 能夠吸引北市換屋 二代購屋等剛需買盤 近期東區也有不少指標新案 中校復興以待的新案像是台北之星 就是指標豪宅規劃大坪數 還有富邦議庭是公辦都更 成交單價也落在195到230萬元之間 而近期央行打房也讓不少建商擔心 央集都更 整體的這個房屋市場會受到一部分限縮 那對建商來講可能跟地主在這個談判這個核建的條件的時候會稍微軟一點點 相對於呢我們看這個蛋白蛋殼器受到傷害就非常大 北市精華地段具有稀缺性和保值性 專家預估未來推案量持續增長 也成為最不受打房影響的區域 三星期間中午 林佳琪也太平報道